好 各位怪談的朋友 我開這個直播 最主要是有幾件事要交代 原本很多事情都想不回應 但是都對的一部份觀眾 即是說清晰一點 我想過之後 我都覺得是應該要交代給你們的 第一件事就是法會的情況 我們在餘蘭節之前 會幫你們做一些燒的優惠包 約莫是170元一個 我們會在那裏賺取約莫是50元左右 作為怪談的營運費 之前的法會是在那邊 你們所有的科金是直接進入戶口 我們都已經做過一次 而當時的費用就是約1萬多元 都已經清晰了 至於那個基金究竟是滾傳多少呢 我是沒有辦法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因為有些觀眾就很想知道 但是很抱歉 我就真的沒有辦法去知道那個銀碼 我相信他們也會去安排 一間公司 他們也有一個正常的運作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他們的通知 第二件事就是蟹的問題 買蟹的很多觀眾又說不知怎樣擺放 首先一件事就是記住 蟹蟹不要向著自己 我確實第一次說過 最好就是在辦公室 或者你在家裡賺取一些生活費的 就是在你的身材工具 或者在你的桌面 我也有說過 因為它也有一些霸道性的 我會擔心如果放在家裡的效果 不太好 可能會傷害到另外的一本 但是因為之前賣了 很多聽眾和觀眾 就反映給我們聽 夫妻的感情更好 這是因為我真的從來沒有去生產過這件事 反而效果可能是緣分到 每一個人都會不同 這個我也想澄清 至於蟹今年是比較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比較適合它 那來年究竟是否正確 其實這是沒有問題的 也不需要年年開綱 除非那個塔的外形崩得很厲害 因為始終是加持過的東西 在我們道家來說 就可能有部份的法令會離開 這個就是大家要留意的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可以在網上或是通訊給我們 我們會盡量去解答你們的疑問 還有我們也會盡量想給你們多些資訊 任何一個宗教信仰 我們認識的都會盡量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我也多謝這麼多位的觀眾支持我們怪談 我亦都代表Sandy、廖Sir 很感激你們的痛石 這是希望我們能夠維持下去的關係 甚至乎我們的出品維持得到我們原意的初心 盡可能現在我希望我們的出品 帶多些歡樂給你們 不同的形式我都希望你們開心一點 不要再為社會的事情受到壓力去令到自己的情感不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是我們應該現在開始要朝會的目標去做的 因為我們不需要吃魚翅膀拌飯去吃到這麼滑滑 我們反而清飯都沒有問題 最緊要是開心 這是我希望結合到大家的責任去做更好的節目給你們 這也是緣分來的 其實我都說當初我加入怪談的時候 是叫我去參與的 這也是一個緣分 到他認為他自己可以製作 其實我覺得在商業市場 任何一個決定是沒有對還是錯的 而我們自己去做 在這麼急速的情況下 我個人向你們保證 我自在我們一分一力去做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你們給到的資源我們 除了心靈上 你扔回頭給我們心靈雞湯之外 我們一定會很珍惜你們的資源 但亦都會在這個資源上盡量給你們 法會那裡就是第一次賣鞋 就是滾傳還有二十六萬左右在我戶口 我會將這筆錢在不同的形式的法會 去盡量去洗掉 或者我亦有保留部份錢 就是我們一個聚會一定會開 在疫情過後 我很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去玩一晚 一晚又不夠的話玩夠兩晚 這是我對你們的承諾 其他的法會錢 我們扮演的 我們都會很清晰 我盡可能會交代給你們聽 約我還有多少多少 當然一分一熟我真的算不可以 只是一個很清晰的交代給你們聽 那個約數在這裡 從今天開始 我相信我們大家不再去評論 或者去回應所有事情 我覺得我今天所有的事情 已經是最白 最用心去交代所有的觀眾 希望你們體諒 如果還有一些質疑的地方 我也希望你們包容 甚至乎大家真的不需要再去 我一些的點出來去討論 我相信事情已經叫做完結了 因為我們反而要集中精神 做好我們自己的台節目 這是很感激各位觀眾 甚至乎你們怎樣痛惜我們都好 我很願意請你們在第二個台的時候 已是論事 不需要再提過往的事 在我們的台 我希望你們用心的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首先不是即時回應你們 我們每一次 我們這麼多位上上下同事都會翻看 我們會檢討 以及我們會做到最好的給你們 感激各位觀眾 希望大家愉快